變姓皇后一身優雅禮服亮相 瘦出絞好身材 跟遊客共舞拍照来者不拒 不少台湾游客到泰国 就喜欢体验当地的风俗民情 另外佛寺也是必访景点 但要特别留意了 有些禁忌不要犯 因为泰国民众95%以上都信奉佛教 因此泰国人认为 头是全身最神圣的地方 如果摸别人的头代表侮辱他人 还有佛牌也不能 任意触碰 另外切记到寺庙里要衣着整齐 不能穿无袖得穿长裤 左手被视为不干净的 递交东西得用右手尊重僧侣 而且不可以任意批评泰国的皇室 如果要给小费 必须用纸币支付代表尊重等等 泰国当地地培也提醒 如果台湾民众到泰国 发现有人刻意说中文 靠近你切记不要理会 其实不管到任何国家放出四海接准 陌生人的话不要听东西别乱拿 多观察不要触犯当地禁忌 就能玩得安全又开心 靖新闻 中文林谢嘉玲 杨洋事务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靖好新闻 二手掌握礼 四手掌握新闻